菲菲董事長特地來幫你支持站台 會不會覺得好像外界解讀好像說 拔妝成功 其實選舉就是民主的嘉年華 大家選賢與人 也都會拉近關係 那為什麼宜蘭人挺佳龍 包括陳彥菲理事長 陳歐柏委員 他們也都有表達 因為佳龍跟宜蘭有非常深的淵源 宜蘭人士有情有義 所以站出來挺佳龍 是因為佳龍曾經為宜蘭人打拚 有非常多的緊密的關係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謝 也會更加的為在新北打拚的宜蘭鄉親來服務 也會建構一個新北跟宜蘭的共同生活圈 隨著交通通了之後 我相信車流 人流 物流 金流 可以萬流歸宗 讓新北跟宜蘭成為一個共同生活圈 也是讓宜蘭加入首都圈 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請問一下李市長 因為之前跟侯友宜同台也引發一件傳授 所以您今天特別出席 是不是也要破除這個傳言 來證明您是力挺佳龍 我扁來就挺他了啦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啦 因為他支持我們宜蘭的故鄉的建設 當然我旅別的鄉親 一定要有這個機會到達就是要支持他嘛 很簡單的道理啦 因為侯市長今天早上有說您是他的市政顧問啊 對啊市政顧問又怎麼樣 我也會拚 因為侯市長來到市政顧問機器當 當然上屆我支持他發一個市政顧問是正常的啦 啊這個不是說我在變啦 是他們亂寫啦 什麼拔樁成功 我聽劉錫坤啦 是30年來就同一條船了 因為我們兩個同年嘛 他從宜蘭縣長一直到行政院長到現在的立法院院長 一路走來時中之一嘛 這哪有什麼好奇怪啦 亂誰嘛 拔樁成功 所以從來不需要拔樁 對啊 為什麼要拔樁 好像今天要拔樁嘛 這個自然就會形成的事嘛 對不對 是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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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